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机场 可以看到我们这次拿的东西比较特殊 可以看到下面 我们拿了四件水 因为在我们这边买水的话 它是折合四毛钱一瓶 到那边呢是三块钱一瓶 然后那个拖运行李额我们一直没有用过 所以说我们想这次把拖运行李额全部放这个水 然后我们还拿了一袋纸 我现在都用不完 我们直接全部买了纸 这样的话路上就够用了 这个拖运我们是经过计算的 我们拖运的这个重量刚好是在40千克以内 所以说我们拖运四件水是应该是可以的 那时候去看可以 现在呢是早上的6点左右 我们的航班是7点15 我发现七飞高原的航班基本上都是在早上 因为可能早上气流比较稳定吧 而且机型基本上都是319那种高原改装吧 今天还是319我们就直接飞西藏了 昌都走了 在西安休整了几天 修理好无人机后 我们准备返回西藏 拖运水是因为在西安买水 比在西藏买水便宜不少 但千算万算 我们没有算到在西安咸阳机场拖运水 是需要用纸箱子装起来的 而这又增加了一部分花费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车边前了 从400多米到4000多米 其实突然感觉空气还是能感觉到有一点点细薄的 需要用力的去呼吸 这就是我们带的东西 尤其这个水 刚才这个水在 哟 检查的时候 他们都问我 你在这么多水干嘛 哈哈哈 关于这个水 我们和大家说一下 因为每个机场它的拖运是不太一样的 像西安咸阳机场它是比较严格的 它必须要用这种纸箱子去包 所以说大家如果非要去拖运水的话 建议直接买那种成箱装的 然后他们会打开之后看一下里面的液体有没有问题 然后再放进去然后再用胶带封上 我们用的那个塑料的那个是不行的 它外面必须要打包 所以我们打包花了53是吧 54 这样算下来的话我们一瓶就要八九毛钱了 在这边买的话 一会买一提的话大概价格是在一块五到两块左右 单瓶买的话是三块 所以说我们还是省了一点钱的 可能大概省了三四十吧 不过不直呼真的是 如果大家要拖运水的话 就建议纸箱子这种拖运 我估计也没有人愿意拖运个水吧 还有一个就是昨天晚上我俩都没点睡 家庭睡了两小时 我没睡 所以说等会我们在路上如果看到哪 如果特别困的话 我们可能就就地停车然后睡觉了 我们要开始收拾这些东西了 哎呀一大堆 好了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车清理的差不多了 因为它毕竟在这边放了大概有90天的时间 我们把这个上面的灰尘清了一下 第一次呢其实我们带的水是真的多 给大家看一下 后面放不下我们这个侧门都放了好多水 给大家看一下大头 这都是水那边也是水 不止这里有后备箱还有水 所以说这次的水大概够我们喝个10天到两周左右吧 然后这次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新朋友 就是我们这次买了一个无人机 为什么买这个无人机呢 其实我们心挺痛的 因为我们那个无人机寄到深圳去修嘛 然后我们查一下网上说是要半个月 而且在我们回来前几天它一直没有到 所以说我们心里没有底 因为我们马上就要赶飞机了嘛 所以我们就赶紧在网上买了一台飞机 这个呢是大疆的域Air 2S 是比较新的一个机器 挺贵的这下来可能得7000块钱吧 我们多买了一块电池 因为这个无人机它价格比较高 所以我们考虑了很久才买了这套无人机 但最扯的事情就来了 我们的这个无人机到了之后 第二天就是我们出发的前一天 就昨天修好的无人机就从深圳寄回来了 所以我们就感觉这个几千块钱花的好难受呀 不过呢在很久之前我们也考虑过换无人机 因为我们那台无人机是我们大二还大三的时候用的 它毕竟也三四年了画质有点跟不上了 以前是用来玩的嘛 所以不在乎这些 但是现在又要拍好多风景 还是好一点的无人机比较重要 它拍出来的风景我相信应该会更好 而且它相对更专业一些 希望它这次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个更好的风景 除了这台无人机呢 我们这次还带了一台这个海拔仪和温度计 可以看一下这边现在的温度是23度 海拔是4188米 其实它这个也不是特别准 但是有一个算是个参考吧 因为昌都机场的海拔大概在4300多米 它这个上面显示是4100多米 因为我们之前那台QQ它上面是有这个海拔记录的 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看海拔 这次呢我们就用这个去看海拔了 可以看一下我们沿途走的一些路程 它的海拔怎么样 还有呢就是我们这辆车 其实在这边停了10天的时间 它能不能发着车也是一个问题 我们试一下它能发着车吧 我当然是很有信心的 因为它的电瓶是新电瓶 所以肯定是没问题的 看一次就着了 有车 我们等会就出发了 在出发之前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上面的行李架 本身呢我们这次是想腾一下我们上的行李架 因为我们把那个遮阳板 只剩一个前遮阳板 其他的我们都扔掉了 因为确实用的时候比较少 再有那个床垫我们带回家了 结果好像空间也没有省出来多少 可以看一下这次我们带的就是之前的我们那个冲气床 它倒是省了不少地方 但是我们整体的空间好像没什么变化 可能是因为我们水太多了我觉得 走吧准备出发了 好了我们现在要离开昌都机场 在这边停了这么多天 不知道这个停车费是多少钱 我们估计应该在200块左右吧 等会看一下 185元9天2小时16分 交费出来了 现在要出发了 今天呢前往类物骑 就是我们上一次离开的地方 西部的故事还在发生 快上车 让我们继续出发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